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六深夜 一甲继续进行 AC米兰主赢萌杀 AC经济目标是未免联赛冠军 他们至今表现也是交足功课 联赛处于连胜中 此番面对实力有限的升班马萌杀 AC主场称雄在即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AC上级丽亚同城死敌国米十格多季 重新夺得联赛冠军 他们经济保留了上季的夺冠阵容 加上夏天的补强 红黑军团经济依然是未免大热 十轮踢完 AC表现不错 录得七胜二合一负 继23分排在第三位 而且距离榜首的拿玻璃只有三分 AC只要保持近期的良好势头 他们有希望登顶 值得一提的是 AC经济善于踢主场比赛 前五场主场赢足四场 胜率高达八成 而且进攻强劲 军场可以攻入2.4球 拉菲尔利亚奥 奥利维亚基奥特 安迪列比西以及八千 迪亚斯都不止一次取得入球 此番面对攻守失衡的蒙杀 相信在他们的带领下 AC主场全取三分难度不大 阵容方面 后卫阿利辛杜费奥伦斯和前锋 萨拉坦一八千莫玉等人 阴伤必战 作为升班马 蒙杀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足 但他们赛季开局的赛程相当严峻 要面对拿玻璃 罗马和阿特兰大等强队 不出意外底 蒙杀前六轮只得一合五负的劣迹 好在九月中旬面对阻祭 蒙杀一球小胜对手取得赛季首胜 他们逐渐适应一甲的比赛强度 在之后的二轮联赛继续获胜 取得一波三连胜值得称赞 期间基安路卡卡布拉里和基克查等多名球员有入球 多点开花的攻击模式让对手难以设防 不过上轮面对N波里 蒙杀一球不敌对手结束连胜势头 球队士气遭受较大打击 加上他们经济做客负率高达六成 此番面对实力强大的未免冠军AC 蒙杀遭遇联赛连败在所难免 阵容方面 中场尼高露露为拿停赛受罚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中场ギ 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